- 大家好! - 大家好!我是Amy - 大家好!我是Li - 我們是Amiya Dori 今天要講大家很有興趣的話題 就是日本男女是怎麼搞什麼人呢? - 怎麼搞什麼人呢? 有在交往的人 是55%男生 然後其實女生是32% 就代表其實 三成主要是女生自己會真的主動跟你說 請跟我交往 - 因為日本是比較決定的 - 就是一定大概會說 - 好的就好 - 請跟我交往 - 或是 - 女朋友 - 請跟我交往 - 這是一個定番 - 就是大概都是這幾句話 - 不會超出這個番 - 對 - 我看網上是有人說 - 本來是朋友然後朋友說 - 我的心情不知不知 - 然後會覺得好可愛喔 - 你就是很愛這走 - 對我就很愛這走 - 然後我覺得女生花樣比較多 - 我想當你的一句話 - 啊好做做 - 對 - 我就說 - 我的心情不知 - 我的心情不知 - 我的心情不知 - 有人超級搞缸 - 她就說 - 今夜月很漂亮 - 看窓外面 - 看窓外面 - 然後那個男生就跑去外面 - 看窓外面 - 看窓外面 - 陰天 - 說什麼 - 然後女生就說 - 今夜月很漂亮 - 的意味 - 好搞缸喔 - 對 - 因為今晚的月亮很漂亮 - 本來是傳說中 - 對 - 項目素質 - 把I love you翻成日文 - 就是今晚月亮很漂亮 - 對所以 - 她就用這個告白 - 我們要來請教 - 被告白的達人 - 因為就是她從台灣到日本 - 就是不停的被告白 - 首先我想要請問就是 - 你所有的男朋友 - 就是有交往的 - 都是 - 都是 - 可是有比較特別的 - 還是很旺 - 還是很旺 - 怎麼可以不要旺 - 怎麼可以不要旺 - 是LINE嗎 - 還是直接說 - 當然會直接說啊 - 有人是LINE - 好要直接說 - 這是冤會過後嗎 - 嗯 - 好那 - 就是很一般 - 其實Ethan也是在晚上告白 - 很少人在白天告吧 - 她是一個 - 我覺得她很搞剛 - 就是她一定會講得很清楚 - 就是不管是在一起 - 可是那是她第一次講吧 - 真的嗎 - 不是嗎 - 不是之前都是別人來的嗎 - 可是她沒講過啊 - 所以她很想要 - 她只有講過 - 她很想要嘗試一下嗎 - 她只有講 - 請跟我分手 - 她沒有講過 - 請跟我交往 - 她也是先跟我講說 - 她說我已經分手完了 - 最近跟我講 - 所以她最常講的就是分手這個事情 - 太好笑了 - 太好笑了 - 而且她還是在那個 - 甲園並肌 - 就是 - 喔 - 異鳥並肌 - 那時候沒有異鳥啦 - 因為那時候不是 - 那時候沒有異鳥 - 那時候是夏天啊 - 不是 - 異鳥是一棵樹欸 - 不是 - 它是在 - 我的意思是說它沒有變黃 - 它沒有變黃 - 好啦 - 好吵 - 有交往的都很一般 - 沒有交往的都是一些很特別 - 好那沒有交往比如說有什麼 - 沒有交往的就是 - 日本人的話 - 就在Galake的時代 - 然後用 - 就是那個 - 遮疊手機 - 遮疊手機 - 然後用簡訊傳了非常非常長的詩給我 - 但詩的內容我其實已經忘記了 - 是現代詩嗎 - 對就是她自己寫的詩啊 - 然後我只記得 - 那請問她是有比如說 - 排一些圖案嗎 - 因為你知道以前那種折列式手機很流行拍什麼 - 她沒有排圖案 - 但是她有很認真的就是 - 排版嗎 - 排版 - 妳就沒有理他 - 我就沒有回他 - 她是我的研究所的同學啊 - 所以很尷尬啊 - 她那妳就一直遇到這個寫詩的人嗎 - 但這個寫詩的人我覺得她就是 - 最新於自己 - 喔她就覺得我寫了一首我多麼愛妳的詩 - 所以要把妳傳過去 - 對 - 所以其實我覺得她也沒有特別的shock - 就是 - 因為她大概傳了兩次 - 她是 - 什麼 - 同樣內容嗎 - 沒有就是不一樣的詩 - 她文詩全有嗎 -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有點覺得尷尬的人 -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有點覺得尷尬的人 - 連我愛你我都說不太出來 - 我很和風 - 對阿 - 我就會覺得蛤 - 那個實在太尷尬啊 - 我講不出來也不想被講 - 所以我就會比起動口先動手 - 其實台灣也有就是先簽手的例子嘛 - 可是我有很多例子就是我可能都已經先簽了 - 先親了或是更進一步之類 - 然後這時候對方如果有想要去零關係 - 他就會跑來跟我說 - Kim以前是跟我說 - 你有沒有在玩弄我 - 那我們是不是是交往的 - 對然後我就說好阿 - 前夫我完全不記得了 - 就是在某一個timing - 我不記得的timing - 她好像覺得我們交往 - 她自己覺得 - 她就忽然整個把我當女朋友 - 就是我印象深刻 - 那時候也是遲電視手機的簡訊嘛 - 她本來的那個簡訊是正常的嘛 - 她忽然開始傳一些愛心的mark你知道 - 妳也不會跟她確認 - 不會耶我想說那大概就這樣吧 - 然後她會約我去買對戒什麼的 - 好像立馬就買了對戒 - 所以大概好像就是吧 - 好娜娜喔 - 可是對於建議那次吧 - 而且那時候還是同學 - 根本也不會有其他人啊 - 接下來就是那個 - 我現在男朋友 - 我有在以前的影片上介紹過 - 就是我們兩個約會 - 也是在第三 - 第四次左右就上床了 -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確認關係 - 有一天就是我剪頭髮 - 她就說妳在哪裡剪什麼幾點剪完 - 我說有沒有說 - 就是說 不要差到幾點 - 好了吧 - 然後我大概志 ref安 - 他就爬著我 - 在那你就趕快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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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 然後走進一間餐廳裡面 - 然後就在那邊說 - 然後這間餐廳不是很好事 - 哈哈哈哈 - 而她說我有認識一個 - 就是在ABIS開以他量 - 我跟他們很好什麼的 - 然後還帶她那個小孩去運動會什麼的 然後他說那我想要帶你去那家店 我要怎麼介紹 他也是很搞剛 他很認真耶 然後我就說 這樣看著就對了 還逼我說 還逼我說 他逼了我說 所以是你告白的 真的也對阿 然後有時候我常常 我出入這集的時候 我還說你有沒有跟別人告白過 沒有 然後他說那你有沒有被告白過 然後他說沒有 然後他就說對我們也沒有告白 那我們是不是沒有交往 然後對 我還有個同期喔 然後他說有一次 他就跟那個 那個時候正在約會一個男生 然後他們就坐在手扶梯上 然後那個男生就在手扶梯上 然後告白 就說你喜歡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驚嚇 又在手扶梯上 但是後來 因為他也蠻喜歡那個男生 然後所以他就 他們兩個就這樣交往 所以他們是搭上手扶梯的時候 手還沒有牽在一起 然後下手扶梯的時候 手就牽在一起了 是不是很棒 很好的一個故事 也很久沒有聽過這種浪漫的故事 我那個同期另外的故事就是 他就是有一次 喝 跟他喝完酒 就 那男生就這樣子 有點想要親過來 然後他那時候覺得 蠻帥的 然後就直接親 之前都很有 然後後來就直接在一起 動手也是蠻有的 動手也是蠻有的 動手也非常快 對對對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矜持 如果你真的要跟日本 日本在一起就是 打鐵趁熱 不要拖太久 打鐵趁熱 不拖延 對不要拖延 好 那如果你們 也想要告白的話 就是男生可以注意一下 剛才有沒有給你的一些 那個 增狀 增兆 有符合這些增兆 你才可以告白 不然你失敗機率很嚴重 然後 時機也是 也跟你們講了嘛 然後 那個 Cedifu也跟你們講了嘛 就祝大家都 告白成功啦 耶 喔 掰掰 要怎麼樣問 人家有沒有女朋友 會讓人家翻的例子 欸欸欸 有女朋友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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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近幾個 欸 你不想要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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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君 是哪些人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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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有嗎 這樣就是太 太逼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 每一句話都不能講 這個全部堆疊起來就是已經 根本在第三句 別人就不想理你 就很煩啊 有好的例子 那我們來 看一下 喂 喂 阿彌君 有嗎 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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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好一點 是不是有一種 所以你只是隨便問一下嗎 這樣子 所以男生至少不會覺得 好 你就是對我有意思 然後 可是我對你沒意思的那個感覺 因為之前做的是日本男生的天菜 就是很受歡迎 然後我們就來想說 其實我們好像有沒有想過日本女生 他們的天菜是什麼 所以呢 今天就來探討這個話題喔